我們現在實際來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做硬碟 新增一顆硬碟 但是你裡面這個要先關機 裡面這個 好 那麼如果你要增加一個也可以 我們重新這邊進來 一樣到這個存取裝置這裡 我們剛新增的時候在這裡 我們是告訴他說 我要的是不是現有的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新增一個新的 我去買一個 好 那你就自己決定 他會問你說你要用哪一種印象檔 那麼現在虛擬系統有很多種品牌 有很多廠商都有做 我們現在就直接用Virtual Bus這一個就好了 他預設的 然後就下一步 他就問你 這裡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他問你說你的大小 是要先固定下來還是動態的 怎麼意思呢 假設你是10G 那麼如果你是動態的 那因為你剛開始是用不到10G 所以他就會慢慢長大 等於那個空間會慢慢長大 那如果你是固定就是我先把你的硬碟先挖10G起來 那你說兩種哪一個比較好 各有優缺 下面那一種效能會比較好 為什麼 他毆整個 所以開發上比較容易 對不對 現在大家開發到 那種相對的動態配置就是說 這裡佔一點 那你佔一點 所以 如果你把它用比較久之後 系統會比較亂一點點 就那個檔案本身 因為檔案就不連續 所以存取的時候自然相對比較慢 那我們現在測試就用下面這個就好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剛剛給你那個 只有60Mbps嗎 我也是10G 可是因為我是動態的 好 我就下一步 接著他就問你 你的虛擬硬碟要叫什麼名字 放在哪裡 然後檔案多大 最大到2TB 但是平常不會用那麼多 好 所以我現在就給他一個 好 這是一個測試用的 你可以打中文沒關係 測試用的 好 存檔 建立 OK的 這樣沒問題 開機 那麼在你開機的時候 事實上看不到它 為什麼 因為這顆硬碟還沒格式化 還沒格式化 所以你進到檔案總管裡面 看不到它 我們必須要到電腦的管理裡面 才看得到 其實你現在用這些東西 在不管是Windows SP 在Vista Windows 7 Windows 8 都一樣 做法都一樣 好 我現在進到我的檔案總管 我的電腦上按右鍵 在我的電腦 在我的電腦上按右鍵管理 有沒有 這個地方 你把它按一下 這個就進來了 這就進來 我把它放大一點 在上面 有沒有 在這裡 有一個叫做磁碟管理 點到它之後你可以看到 雖然我現在上面看起來是只有兩顆硬碟對不對 但是我剛剛確實有新增一個在哪 在下面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紅色的 有一個十句的none 因為這是完全空白的 所以你必須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磁碟的名稱上 按右邊 初始化 在左手 就是這個名稱上 在名稱上 按右邊 初始化 我就按確定就好了 這個確定 初始化完之後 只是看得到這個 看得到這個硬碟 但是它還沒有格式化 所以你要格式化 請按右手邊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有時候可能會做錯 第一個先在這邊按初始化 表示這顆硬碟找得到 第二個要把內容格式化 有沒有一個新增磁碟分割 因為你一顆硬碟 因為磁碟或者是更大 我不見得一定要一整顆 我是不是可以分成好幾顆 所以那個叫做磁碟分割 你把它按一下 好 那上面這個呢 就照下一步啦 它就問你 你要主要分割就好了 我就直接照下一步 這樣就可以 好 它多大 指定磁碟代號 最好是執行快速格式化 所以這樣比較快 好 好 好 做好 OK的 所以現在呢 我回到這邊來 好 各位看一下我的電腦裡面 有沒有多一個F跑出來 這樣會了 所以如果說你自己以後在做的時候就這樣 那你要拿到別的電腦不會用 可以 因為你只要會copy 我們那個硬碟檔案過去就好了 有沒有 我們不是有放一個硬碟檔案放在各位桌面嗎 你要那個就直接帶回去 或者帶到別的電腦 那你這個就不用安裝 反正走到哪裡都一樣 然後是這樣 然後再說 你應該要保持人放在誰 你自己先出發 你自己先出發